高麥 我的原化名就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扣我帽子呢 不是啊 我441的時候就出了啊 那今天48多也有出啊 全家欧印台積電在網路瘋傳 網紅統神否認傳聞 但開心的說 日前確實有進場減便宜 近期陸續獲利賣出 台積電器是如虹上漲7塊錢 來到487元 不過台股卻是大喜三溫暖 早盤一度上漲 來到14657點 但是中廠收黑下跌八點 收在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點 台股守住一萬四千五百點 三大法人買超五十八點零七億元 其中外資連四買 傳產股綠油油 金融股也走弱 台積電再向上攻 市值來到十二點六三兆元 看到第三季投資台積電 ADR的國際大咖 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 砸下千億台幣 而老虎全球管理等公司 也挺神山 他可能已經視為 把台積電視為 就是未來十年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會比較有信心 用自己的習慣的策略吧 聯電外資也連續賣超三年 外資自動自發 就把它買了四十四萬張回來 是不是外資可能也會 人同此心 我當初賣了聯電的 我都補回來了 我賣台積電要不要補 巴菲特的事情是叫做 加速它的可能性 台積電在雅利桑那州的新廠 將在二零二四年量產有萬媒報導 蘋果執行長庫克透露 有意包下產能 而這座工廠與台積電 美國廠不謀而合 幾乎蘋果所有的IC 都是在台積電投片 分散晶圓的生產地 對蘋果是求之不得的事 謝金河在臉書發文指出 關鍵時刻 台灣總會有出現神奇的力量 對整個台灣影響 姿勢體大 與神同行成了投資圈 和產業界最熱話題 三立新聞楊超成李文科綜合報導